第一次见老丈人 你能碰到最尬的场面会有多尬 尤其是送礼环节 来看看这位老铁送了什么 一个大花盆 里边都是土 这是我老家的土 很有纪念意义 你们这边肯定没有 他还挺得意 简直尬到心肺停止 这是一见面就要送老丈人入土吗 然而更尬的还在后面 当丈母娘问到她的名字 F-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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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她就叫法克 职业男护士 从头到脚一股浓浓的屌丝气 然而就是有个超爱她的白富美女友 气不气 今天第一次来见家长 图便宜做了个美联行 结果行李都被航空公司给弄溜了 没衣服换 只能穿老丈人的衣服 还得跟老丈人去超市买洗漱用品 车上又是一顿尬聊 你这车方向盘也在走辆啊 是的 你这车不是敞篷的啊 你觉得呢 你驾照也考过了啊 哎呀 我给你放手电音吧 谢谢啊 法克知道开局不利 赶紧又想买瓶贵点的酒 缓合一下 你们这最贵的酒是哪种 大瓶二国头 十块一瓶 就这 就没有一百多块钱称场面的嘛 那你可以买一箱二国头啊 结果一出来 竟看到老丈人鬼鬼祟祟的 和一个神秘人 就像搞地下交易一样 这是什么情况 咱也不敢问 终于又到了最考验人的晚餐时间 尴尬的法克又强行找话题 因为之前老丈人给他展示过 家里各处的秘密监控 他看着对面的花瓶 调侃着 那不会也是个监控吧 然后 不不不不 花瓶那是你老丈人妈妈 你西风奶奶的骨灰糖子 哦 sorry 又是一顿令人窒息的操作 花瓶赶紧拿出那大瓶二国头 花瓶一下氛围 睡前贴心的女友还安慰着他 然后又到了那个关键问题 晚上睡呢 你觉得还能睡呢 赶紧到地下室去 结果在地下室的房间里 法克又发现了一个密室 好家伙 里面各种奇怪的设备 墙上还满是老丈人和各地正要的照片 难道老丈人是个间谍 这会儿又发现老丈人竟然是个特工 应他的强烈邀请 法克又被架上了测谎仪 来吧 三个问题 快问快答 你们家准备好彩礼了吗 是的 准备好了 彩礼大概准备了多少 大概两万 但是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凑算我开个玩笑 你平常给我女儿做饭吗 平时我们点做还是不做 三个问题下来 法克自闭了 女友又来安慰他 老爸确实是特工 但已经退休了 不要太担心 第二天大早 法克一起来就发现 女友七大叔八大姨都来了 可自己牙也没刷 脸也没洗 原来女友的妹妹准备订婚了 新郎是个医生 庆家公更是个国际名医 而法克也在医院工作 是吗 那你在哪个科室 呃 护士 不 说真的 什么科 护士 又是一顿灵魂暴击 女友赶紧向大家解释 护士也很强好吗 法克的医学考试分数很高 可他就是想当护士 不想当个医生 呵呵 还会有这种事 一家人怎么可能会信 尤其是老丈人 怀疑自己女儿被这小子骗了 随后 一行人来到了媳妇的前男友家 而为什么要来这 因为这位前男友 成不了他的新郎 却成了他妹妹的伴郎 而且和老丈人 混得跟亲兄弟一样 给他闺女 做了个婚礼良情 前男友家里 到处都是他俩曾经的照片 而且他还当着法克面 回忆起这位前女友 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她是个小子 饭后 全家人打起了水球 结果更倒霉的又来了 法克一个扣纱 马上就要结婚了 结果妹妹破相了 回到家后 法克还没跟老丈人解释两句 又来事了 他屋里的卫生间漏了 卖了整个后院里全是 这本来是要开婚礼的地方 现在桌椅板子上沾满了 这会儿前男友 又把良婷送来了 结果车陷了进去 一脚油门 无奈的法克 只好赶紧联系清洁公司 却无意中 把老丈人的猫放了出去 怕他跑丢了 一路追到房顶 但抓了个寂寞 他抽了根烟冷静一下 结果把落叶给点着了 赶紧一脚下去 然后 整个庭院都火了 前男友做的良婷也火了 但不可思议的是 他还没被撵走 故事仍在继续 老丈人心爱的猫 已经不见了 一家人都快急疯了 为了挽回局面 他赶紧出去找 来到收容所 还真就被他给找着了 但管理员再仔细一看 猫尾巴上的色号不对啊 这不是他家的猫 但是法克还是把猫带回来了 全家人一看 就是他 只要猫没事就好 法克总算扳回一局 一家人高兴的都下馆子了 但回来一看 这只野猫把家都给拆了 妹妹的婚纱也被扯烂 老丈人抱起猫 一文尾巴 露馅了 原来老丈人刚吃饭时 就接了个电话 是朋友找到他的猫了 这会儿 法克也只好坦白 自己只是为了 让他们早点开心 回头再去找猫 但是老丈人 已经没法再忍了 尤其一直怀疑 他就是个骗子 最后经过一家人的 集体投票 法克终于出局了 在全家人的嘲笑下 黯然离场 而这会儿 美联行也把法克的行李送来了 来的可真是时候 就这样 他拎包回家了 但走后 女友还是很挂念他 回想着家人对他的嘲笑 把法克的逆天考试成绩 拿给老爸看了 老丈人这才知道 他还真是个高材生 因为个人追求 没有去当医生 而这边 法克担心行李又被弄丢 强行带上飞机 却和空姐吵了起了 然后就中了美联行的必杀计 被关了起来 但很快有人来救他了 仔细一看 是老丈人 看完这个电影 确实觉得法克既尴尬又倒霉 但更让人佩服的是 老丈人一家真的是天神下班 大爱无疆 这都能包容 那我就想问问 如果这样 你对象一家会把你怎么样